終於大失誤 那時候 保禄和那國從培爾特繼續往前走 到了佩西迪亞的安比飛基 在安息日那間 他們進了會堂坐下 有許多留派人和唯一留派下的前程人 隨從了保禄和那國 兩人同他們談話 勸他們不要堅持天主的恩寵 到了下一個安息日 幾乎全省的人都聚集了來 了聽天主的聖道 有待人看見這麼多人 就滿心忌妒 反對保禄所講的 並且辱罵他們 保禄和那國卻毫不規律說 天主的聖道 很難先應該講給你們聽 但是因為你們拒絕接受 表現出你們不配得有聲 因此我們就轉向外邦人 因為主曾這樣命令我們說 我已替你做外邦人的光明 使你把救恩帶到佩吉 外邦人聽見了都很喜歡 讚美主的聖道 那些蒙律玄獻得有聲的人都信了 主的聖道就傳遍了那地方 有待人卻縮使敬畏天主的貴族 和城中的教員 煽動大家迫害保護和那國 把他們驅逐出境 兩人就當著他們的面 落下腳上的塵土 往一坑裡翁去樂 門徒們都充滿喜樂和聖神 上主的聖言 蓋蓋謝蓮祖 白色的蓋蓋 聖永一百天 我們是他的子 我愛是他的子 是他無常生的一將軍 我愛是他的子 值得主的聖律 過世的滋精 相� horror的 心灶在燃避 視風手附 到同年 天前实在的灾谱 要知道被用圣土使颠护 当方造了我们 我们属于他 我们属于他 是他无常生的阳净 我们属于他 是他无常生的阳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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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说 有看着造成阳 人所做到无人能够算得清楚 他市委各办公 各一台 跟各民族各一元来的 他都贴着保障到保障的阳净 心情就不可以手提到中一期 中二郎正义跟我说 這些人曾經經過後也知道我們 他們本來購入的會長 洗淨了自己的遺憾 洗到真正在那裡塞白了 他們處 他們可以站在牽主的步驟前 他們從他的生命來 一丫來遵守著他 洗到保證頂口去注意 因為他們要留在他們的市場 他們不用再認識到水打到他肚腰 他們不用洗臉色到一盒 能夠順暢 這是因為保證頂口女要來訪問 不僅僅到洗頂的水帶回去 天主也要親戴他們一切的脈絲 最主要的憲言 感謝天主 天主要可以照顏 它是一切零件在大靠海裡